全文已完结 正文直接开始 柳如烟喜欢的 我抢柳如烟讨厌的 我塞总之 一切以柳如烟厌恶为目的 只因我穿越了 只有女主的厌恶之极满 我才能回家 刚开始她对我也是厌烦透顶 可是后来她对我越来越放纵 甚至在别人吐槽我实淡淡开口 反正她只对我做 你急什么 我和柳如烟从小一起长大 但她的生日会邀请了所有人 都没邀请我 没关系我不要脸 我硬进去 我一脚踹开宴会大门 里面顿时安静 众人齐刷刷地看着我 我靠吓死老子了 贺强这脾气能不能改变 我真想给她两两头 名字已经很高噪了 脾气还比炸弹短 但我丝毫不在乎 扫尸一圈后 我静止走向在角落打电话的柳如烟 姓柳的你不邀请我是个什么意思 语气嚣张 柳如烟先是对着电话说了几句后 才将目光投在我身上 她今天把一头蓬松的大卷长发 扎了起来 高马尾露出漂亮的额头和景象 头顶橙红色的灯光打在她脸上 勾勒出轮廓分明的侧眼 美得出奇 但又因为那淡漠到令人发寒的眼眠 平添了几分攻击性 不愧是女主 我又一次在心里惊态 柳如烟似乎对于我的出现毫不意外 非常熟练地回到你 昨天都还在欧中 我怎么给你发邀请函 而且没给你了 你这不也进来了吗 她指着大门 那里站着八个宝妖 没一个敢男笑 我被噎了一下 但还是嘴硬讲道你发你 管我在哪里干什么 过来的宾客身上 看什么看 说的就是你们 忽然一个穿着简单的男人站了出来 清秀的脸上满事不干 客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家呢 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你要向大家道歉才行 时间全场安静 都看着刚刚出生的故城 我也看着他笑出了声 我是圈子里有名的无脑富二代 靠着父母在圈子里做天做地 没人敢管 尤其是对着柳如烟 时常在他的底线蹦底 众人都说 但凡我家世差点 我都得完蛋 但他们不知道 我一直在等着我完蛋的那天 从小等到大 我并非这个世界里的人 是偶然 穿进了这本详之的古早狗血灭纹里 原生作为本文最大的恶毒男配 叛逆张扬惹人厌 硬生生把自己送进了牢里 而我想要回家 必须遵循原剧情 使女主对我感到厌烦 厌烦直满便可回家 柳如烟便是女主 于是在第一次见到她时 我便缠着她开始作死 一开始我还有个系统 每天给我报厌恶值 缓缓地上升 肯贴心但到高中的某天 她莫名消失了 只剩我孤军奋战 但我不慌 我之前能让她厌恶我 之后就演了 于是我仍是勤勤恳恳作死 将叛逆富二代的人设贯彻到底 柳如烟喜欢我抢柳如烟 讨厌她塞给她 凡是能让她顺心的事情都不做 能让她不顺心的事情当着面子 使得后来她看见我就醋美 满脸都写着厌恶 非常好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而今天这场宴会 便是提高厌恶值的好 时机宴会上 柳如烟被固承的青春乖强 为所有人考虑的性格吸引 而后对我的厌恶更深 我来这位有一个目的 做顾成的对照组 让柳如烟更厌恶我 看着眼前替所有人出气的顾成 我瞥了一眼 站在我旁边的柳如烟 此刻她正看着顾成 剧情力量果然不可抗拒 柳如烟居然真的对顾成感兴趣 那边到我表演的时候 我立刻拿出了恶毒男配的架势 轻裂一笑 嚣张跋扈的样子 拿捏了个石成石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管叫我 顾成瞬间眼睛红得和兔子一样 赫先生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也是为了大家呀 说罢他便看着旁边的宾客 期待有人替他说话 但寂静无声 这群人从小便生活在我的因为之下 除了柳如烟 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 我转头看柳如烟 他仍在看着顾成 还皱着眉 像是在不满无人替他说话 顾成也意识到了些什么 将目光转向柳如烟 楚楚可怜到柳小姐 我说的不对吗 不是 小说男主不应该是威武霸气冷酷的吗 我试个绿茶 柳如烟喜欢这款 不理解但尊重 众人看着柳如烟 希望他能如以往般骂我一顿 我也看着柳如烟坐等被骂一顿 却没想到柳如烟沉默半场后 淡淡开口你紧茶吗 顾成愣得摇头那你管这么多 话里都是不耐烦的味道 我傻眼了 没道理啊 难道柳如烟又和我爸有啥大合作 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我还没回过神 顾成就被柳如烟叫保镖扔了出去 随即宴会恢复如初 我看着柳如烟 还是没忍住问 出口你和我爸最近又合作大项目 柳如烟摇头 我更傻眼了 指着大门口 那可是顾成 顾成啊你看着没什么感觉 可是男主啊 你得一见钟情 懂不懂柳如烟醋美 克强不要一回来就发颠 他骂了我爽了 嗯就是这个味道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柳如烟没维护男主 但没关系 他还是很厌恶的 我放心了 顾成都离开了 我待着也没什么意义 没过多久 我便打算离开 走到大门口时 我的脑海忽然响起声音 是系统我靠 宿主厌恶指怎么成灵了 你不会趁我不再偷偷讨好女主呢 怀疑我我当即走回去 准备让柳如烟骂我一顿 给系统看看 肯定是你这波系统出了问题 刚走过去 就看见一群人坐在柳如烟旁边吐槽我 这种事情我并不少见 毕竟我的人设摆在那里 也很难没有骂我 但我第一次听见了柳如烟的回答 他说反正他只对我做 你急什么 柳如烟悠闲得摇晃红酒杯 神情甚至带着嘶笑语 而身边的人熟练地看了看对方 暗暗翻着白眼 唯有一个和柳如烟关系很好的 直接开口说到又是这样 我们的命不是命是吧 柳如烟唇角弧度健身 语气很欠 有些事情不说也知道了 一时间几人纷纷朝着他扑去 做事要打呀 你个恋爱吗 此刻我内心波涛汹涌 我靠柳如烟果然深藏不露 柳如烟有毛病吗 喜欢一个从小欺负他的人 震惊之余 我还是飞速离开了现场 丝毫没有注意到 柳如烟在我转身时便盯着我 其余件事情就知道跑回家 的路上 我和系统复盘我近几年的所作所 大到怂恿我爸抢柳如烟项目 小到偷偷带他家狗踢毛 每一桩 每一件都对得起恶毒难配的名号 十分讨厌 系统百思不得其解没道理 你做的这些事情 换我早打你八百回来 不会说就闭嘴 没一句我爱听的 一人一系统 沉默片刻 系统悠悠开口柳如烟 不会是受虐狂骂 你越折磨他 他越兴奋的那种 不会把我不理解 但大受震撼 系统像是猜透了什么 越来越兴奋 肯定就是这样的 否则怎么可能你如此作恶多端 他还纵容你 爱我这聪明的脑袋瓜有点好 可怎么说 但我脑海里只被受虐狂 三个字占词 还脑补了一副柳如烟 以着我 我一直折磨他的场景 接着浑身一击领吼 好可怕呀 我承认我慌了 系统救我 你还是让他继续这么骂我吧 叫我傻逼 说我发颠 就是别让他继续这么变态下去 系统也沉默了 有没有可能我的意思是 他喜欢你 我瞬间又脑补出一副 我和柳如烟食指相扣 互相对望的场景 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眸里 没了平时的淡然 而是化不开的柔情 我又浑身一击零 那他还是继续这么变态吧 好可怕这比他是变态还可怕 喜欢不了一点了 系统大人 因为这件事 我破天荒的在家 安安愤愤待了几天 生怕出门就遇见柳如烟 然后来一句 你会一直指对我做了 受不了受不了一点 但我显然不是个 能一直安愤的兄弟 江通邀请我参加 他组织的变装派对时 我果断答应了 这个派对 江通每年都办 而且年年花样都不一样 可谓是把五花八门做到了极致 最重要的是 柳如烟那群人从不参加 对于这种东西 他向来都是 避之为恐怖极的态度 决定参加后 我拉着江通便开始准备派对装扮 挑到一套古代服饰的时候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镜子里的少年眼睛圆润明亮 笑起来露出洁白整洁的牙齿 一派天然的少年一起 但在我眼里 就是一整个 好好好这一套 把我的威风霸气全都完美衬托出来 江通在旁边欲言又止 但还是没说出口 然后 我听见他在店里的角落 碎碎念的威风 霸气算了 他这么说一定有他的理由 什么鬼离开时 江通神神秘密讲到到时候有惊喜 我与他对视一眼 黑黑黑惊喜 黑黑黑但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柳如烟那群朋友 全在我想象中身材苗条 面容娇好的美女姐姐们呢 实在不行 一群单身汉一起玩也行啊 我差点捏碎了拳头 拉着江通咬牙切齿 到你说好的惊喜 找一群柳如烟的朋友过来 特意给我添堵 你要是今天没有拿出一点 我感兴趣的 你完蛋了 江通伸出手指在我面前摇了摇 一脸高深莫测 他们对你来说当然不算什么 但是靠着他们 我可是请到了 说吧他就将手指指向宴会的最中央 那里站着一个人 恰好背对着我和江通 被众人重心捧月班围在最中间 我心里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 不会把我死死盯着那个背影 还没等到他转身 就听见江通难掩兴奋 他喊道柳如烟 没想到吧 哥们今年这么大手笔请到了他 现在柳如烟可是圈子里的香菠菠 如今他马上正式继承柳氏集团 别人邀请他还邀请不到了 照我说你也少惹柳如烟 我又不插手我家声音 柳如烟继承柳氏集团管我什么事 还有你到底是谁 朋友还没来得及吐槽 江通便在我身旁高呼柳如烟 准备让我看看他今天的打扮 说什么保证会让我大吃一惊 大可不必 我也没那么感兴趣 我扯开江通的手就是一个闪躲 直接跑出了宴会厅 看着厅内一片灯火通明的样子 我眼眶寒泪 原本我应该在里面快快乐乐地欣赏美女 再不计也是和兄弟们一起潇洒 结果却沦落到蹲在草丛喂蚊子 白瞎了我的惊心搭配 可恶的柳如烟 我恨恨吐槽道 要不是他 我怎么可能在这 我怎么可恶了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雨掉细血 我瞬间回头抬眸 刚好对柳如烟 也不知道在这站了多久 或者说听到了多少 我下得赶紧站了起来 有些恼羞成怒 你长这么大 不知道偷听别人讲话 不礼貌 柳如烟今日穿了一件月牙白气袍 紧身的旗袍里显露出他摇草的身段 头上还带着一对狐狸耳朵 柳如烟见我盯着他头顶 解释到民国时期伪装成人的狐妖 好特别的变装 虽然柳如烟变装的角色很奇怪 但还是好看的让人一不开眼 系统也开口赞叹不愧是女主 这张脸简直乱杀 不止你我都快看迷眼了 可谁看迷眼了 狗看迷了 我都没看迷 汪汪系统狗叫 咱俩的关系 我替你叫一声 没大碍当年他到底怎么消失了 求方法秉着谁也不能好过的原则 以及恶毒男配的职业操守 我对着柳如烟就是一顿挑刺 可你不要以为你很好看 一点都不好看 你这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狐狸耳朵质感一看就不好 不像我的 你摸摸着质感 我边说 边解下挂在身侧的狐狸尾巴装饰 柳如烟笑意更深 将头上的狐狸耳朵拿了下来 继而又戴在了我的头上 给你戴随后 他又看了一眼我的装扮 小少爷他调了调味 与其闲散我就几天没见你 你就骚到这般可怕 我搓了搓发冷的手臂 白了他一眼 正常点别发颠 又补充到是威风霸气的将军 柳如烟又莫名笑了笑 心情看起来不错 不会把被人骂了这么高兴 这人真的是受虐狂啊 我默默退后一步 听里这么热闹 你又喜欢热闹 怎么不进去 我没吭声 只是带着怨气地看着他 柳如烟恍然大悟地呕了一声 听刚才的意思是因为我 为什么他忽然弯腰凑了上来 两人间的距离在顷刻拉近 话语中的热气落在我的额头 柳如烟的目光像是成了形 被他看着的地方都有些发烫 连着头顶都开始冒烟 我莫名有些心慌 眼神闪烁 胡周了一句 刚刚一群人围着你夸你 我听着烦不行啊 柳如烟故作思考了一顺 然后附和点头 还好啦也就每人都夸了几句 得寸进士说的就是柳如烟 我深吸一口气 转头就想走 柳如烟却向我伸出手 眼眸亮晶 晶的声音柔和 伴随着倾向 像是诱惑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你了 否则就全去夸你了 哪会一直围着我 要是你在这儿 不得把他们迷死 别炸毛了 贺少爷我看了眼厅内 指了指他伸出的手 还是有些犹豫 我们俩一起不太好吧 大家可都知道我们俩不对付 柳如烟见我松口 直接拽住我的手腕 往厌会听头 很不好吗 那就让他变好 刚进到厅内 我和柳如烟一下子就被围住 是柳如烟的那群姐妹 贺少今天这么帅啊 以后谁嫁给了你 那简直是有福了 贺少简直是女娲的炫技之作 看看这小脸吧 贺少威风霸气 还好如烟把你叫了回来 否则没看到的人都有那 一群人叽叽喳喳 在旁边夸个不离 直接将厌会厅的其他人也吸引过来 然后他们又将我从头夸到家 在与他们商业互吹时 我转头看了一眼柳如烟 此时他也正好看着我 对视的瞬间 柳如烟骤骤然笑开 捂着嘴低头在我耳边说到怎么样 是不是全来夸你了 你今天真的很帅气 我看着有些呆愣 柳如烟今晚真的怪好了 我对着他笑起来 真心实意道谢谢 就这群家伙不再背地骂我就不错 哪会当众这么夸我 还夸得这么浮夸 还有刚刚那句威风霸气 别以为我没看见 柳如烟和他在那对口心 且等到我从人群脱身 姜通立刻走了过来 怀疑地看着我 你和柳如烟是不是要在一起了 我告你诽谤啊 我坚定地比了个差 我们除了互相看不顺眼 我停顿了一下 又想到刚刚在外面忽然朝我凑近的柳如烟 继续说道 以及柳如烟妄图以变态行为五心我外 没有任何关系 刚刚也只是柳如烟忽然地良心发现罢了 放心吧小爷说好的不抛情 一个人单身 姜通表情有些无语 得了吧 也就你觉得你们俩互相看不顺眼 不是这话什么意思 姜通没回我 说了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 现在迅速看向柳如烟 我虽然有些不解 但还是乖乖听话 立刻转身 好巧不巧地与柳如烟视线相撞 因为我突如其来地举动 她脸上还滞留着些猝不及防的味道 姜通在一旁解释你错 你和她的每一次对视就没有巧合过 她眼神就没离开过你 只要你回头 就永远能看见 可惜你从来没发现她喜欢你 说来也奇怪 柳如烟那样高悬在天上的人 居然会爱上你 真让我震惊 我也震惊 我大为震惊 这比有人爱买屁文学还让我震惊 可是我对她那么坏 我怂恿我爸抢她项目 我还偷偷带她家狗替毛上去 还经常藏她作业 我对她这么坏 她还喜欢我 她这是真变态呀 姜通狠狠白了我一眼 颇有骨恨气不争的味道 你傻呀柳如烟喜欢你 你做什么在她眼里不算 偷狗去替毛就当做没看见 为了让你有作业可藏 她一直以来都写两份 你们俩就像周瑜打黄带 你愿打她愿爱 你以为呢 我颤颤微微开口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姜通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了口气 兄弟你应该想想 除了你还有谁不知道 紧接着他又贴着我耳朵说你 你们俩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 否则按照柳如烟的性格 不可能忽然表现得这么明显 姜通又扯下我头顶的狐狸耳朵 毛茸茸的耳朵最里边 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烟字 像是无声的宣告 又像是暗藏多久的秘密 姜通一脸了然 难怪柳如烟的朋友忽然来问我 你今天的穿着 兄弟实在不行 咱就从了吧 那可是柳如烟啊 他看上你啊 你走大运了 而且就他现在那赤裸裸的眼神 感觉你也很难逃 这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不是恶毒男赔 我是小丑 大大的小丑 哪家好人 欺负完人后被人爱上的 柳如烟指定有点毛病吗 系统感觉到我内心的崩溃 暖心安慰到没事的 你已经够恶毒了 奈何别人当情绪 不怪你派对过后 姜通又安排了夜宵 之前我为了近距离坐腰 每次都贴着柳如烟坐 这次我莫名有点发怵 拉着姜通坐在了包厢最里面 没想到柳如烟虽是最后一个进门 但直接一路穿过人群 直接走到了我身边 你这次怎么没等我一起坐 声音里带着几分微不可查的小委屈 这是柳如烟 我环绕四周 众人接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而旁边的姜通正趁机扣了下我的手掌 对着我几枚弄点 像是在说周瑜 黄盖黄盖来了 我抬眸看向柳如烟 不做轻松干嘛 没有恶心你 你不习惯是不是 谁承想柳如烟直接承认呢 没有你在旁边 不习惯我 姜通又抠了抠我的手掌心 一脸激动 用眼神传递信息兄弟 加油我求求了 要不你还是默默 喜欢把你这么直白我承受不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但姜通知道 他力所地站起身 招呼柳如烟坐在他位置上 然后借着买单的名义 坐去了最外面 走之前他还不忘讨好一下柳如烟 放心吧刘姐 我没让任何人靠近 赫哥你妹的 你别等我活过今晚 否则你遭老罪了 我在位置上如坐针毡 目光僵硬 只敢停留在面前的那副碗筷上 旁的地方是一秒也不敢瞄 柳如烟却熟练地给我倒了杯橙汁 还有一搭没一搭地找我聊天 今天吃饭这么安分 不给我家我喜欢吃的八角桂皮香叶了 你最近改用眼睛吃饭了 都不用碗筷 嗯嗯我点头如捣算 实际上什么都没听进去 柳如烟沉默几秒 不就知道我喜欢你吗 至于震惊成这样吗 认为我一脸惊恐的左右张望 最后将目光定在柳如烟脸上 为什么你表情这么淡定呢 反观我现在已经想站起身跑出去了 就命柳如烟身表情坦然 为什么不能 我确实喜欢你啊 不是喜不喜欢这件事 旁边那么多人啊 就不能换个地方说吗 让人骚得慌 真实的我再也待不下去 只得匆匆告辞 走的时候 柳如烟起身想送我回家 我不理解男的 柳如烟言语诚恳 可是我还想和你待一会儿 我瞬间尴尬住 柳如烟你给我住口 不要再说了 柳如烟又笑了笑 那你送我回去吧 克少这点风度总有了 我可以没有吗 我和柳如烟就这样僵持在路边 最后我屈服了 是在上车前不死心的警告道 那你车上不能说什么 那奇奇怪怪的话呀 否则我就把你扔下车 柳如烟又哭斥一下笑出声 他真的能不能尊重我的威胁 送完柳如烟后 在路上 我便一直在想柳如烟喜欢我这件事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回到家时 便看见爸坐在客厅悠闲的泡茶 我眼睛一亮 老赫回来了 我快步走了过去 吊儿郎当地攀在我爸身上 爸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爸乐呵呵地喝了口茶 好久没见你这么殷勤了 说爸啥事 怎么想你儿子的呢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边坐下边开口 爸我有一个朋友 一直看不顺眼的一个家伙 诺明给他表白 现在觉得现在心里刺挠得很 这是为什么 我爸眼睛一亮 柳如烟的姑娘给你表白了 哦会有气魄 说完又略带嫌弃地看我一眼 他也不知道还能指望你什么 连表白都是人家姑娘在先 真没用我那也得我先知道了 不是 怎么感觉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沉默几秒 还是没忍住问吧 你又是啥时候知道的 我爸老神在在地说 你天天要我去抢人家小姑娘的客户 实际上啊 人家就没打算私吞 有生意就带着你 爸我比你小子好多了 我能不知道他的心思吗 说完又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爸你的嫌弃过分明显 我爸吵了我一眼 又捂着脑袋笑着摇头 儿子你还以为真是这几个项目啊 自己想想 你从小到大多闹人家如烟 他和你红过一次了 没有哪一回不是乖乖陪着你的 人家姑娘伟重 你随口说要个什么 转头他就送到家里来了 是不是我便警报 那是我威胁来的 当年为了挤满厌恶之 天天装大哥大去威胁柳如烟 让他当我的小跟班 让他当牛做马 这难道不叫威胁吗 我爸直接仰头大笑 哎呦你真是没救啊 你想想当初柳如烟那个样 像是被威胁的吗 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 不知道多高兴 只是你没看到了 而且就你那小孩似的威胁 谁会放在眼里啊 我爸的话和今日将通的话 在我面前重合起来 我努力思索着 年少时 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 柳如烟的模样 但总记忆模糊 只能记起在每一个放学的午后 少女总是低垂着眼 看不清神色 乖巧地将书包里的吃事递给我后 便一直跟在我的身后 他什么话都没说 我也从未回过头 忽然有些遗憾 人为什么只此一双向前看的眼睛 分铃身后也有好风光 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住 记忆又回到了大一时 那时刚上大学 大家都和解放天性时 随手抓人便谈起了恋爱 我也不例外 但很遗憾 遇见了扎女 谈了一个月不到就被绿的发光 还是柳如烟去抓的见 当时场景冒轰锋的 不愿意进去 看见那肮脏的一幕 只能沉默地站在外面 姜通站在我身边抽烟 嘴里不时冒出几句脏话 然后叹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柳如烟也靠了过来想安慰我 听见我说的话后 面色惨白 我对她说了什么 我埋在枕头下苦想事了 质问她 你是不是现在很高兴 看着我现在这么狼狈 我向来以最大的恶意 去揣测柳如烟 因为我愧疚 愧疚 自己将所有的恶意 都给了柳如烟 每一次见到她 我都会想到 我一直以来欺负她的事实 所以我卑劣地 希望柳如烟能讨厌我 恨我 像别人一样 在背地里对我指指点点 破口大骂 而不是如今的爱我 上辈子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去舍 莫名穿越到这里 我满心欢喜地以为 这是上天刺灵我 让我得到父母 得到爱后来系统出现 我才知道这只是意外 是我霸占了别人的身体 再后来我便时常半夜惊醒 梦见真正的贺强 质问我为什么要抢走她的身体 生活及她该得到的爱 她在梦里暴躁大喊 让我滚出她的身体 我愧疚了很多 哭着说对不起 哭着说我很快就会走 偷走了这个真正贺强的东西 是我从来不敢和身边的人 有太多焦急 我将所有对我好的人 都拒之门外 竖起满身尖刺 他们对我越好 我越愧疚 就连爸爸念叨让我接手公司时 我也都是果断拒绝 这些原本都是真正贺强的东西 就这样系统为我派了个任务 挤满厌恶值 系统对我说做任务 只要让柳如烟足够厌恶 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做了我这一生最后悔的决定 我答应了 我没有甩开对贺强的愧疚 反而增加了对柳如烟的愧疚 一条沼泽路 红头走到黑 不敢回头 我曾在幼时看过一部电影 它里面有句台词 你遇见了一个人 犯了一个错 你想弥补 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 你根本无力回天 犯下的错永远无法 弥补我们永远无法还清犯下 初吻不知词重用 在听已是剧中人 多年前的子弹正中眉心 寂静的夜里 唯有风在窗外呼啸穿行 系统开口打破寂静 其实我见到了贺强 你想去看看它吗 我呼吸刹那停止 颤着嗓子问什么意思 真的可以吗 系统还是一如往常的机械音 但我却听出了几分心情 当时不是天天睡不着 总嚷嚷着对不起吗 我就去各个小世界找贺强去了 我想着你们俩见一面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吧 他的日子过得还怪精彩的 你得学学他 随着系统一句完成 我的意识陷入昏迷 然后我便身处一个白色空间 前方有一扇门 系统开口打开门走进去 就是贺强 不准逃跑 不准胆小话 否则我就把你关在这里两天 不两个月 我知道系统是在安慰我 挤出笑容让他放宽心 长舒一口气后 我抖着手打开了大门 门内是一面面闪烁的屏幕 而屏幕上的主角 都是一个长相和我一样的男人 有他穿着西方宫廷礼服 站在一群男人中间滔滔不绝的样子 有他与身边人遇见飞行 开怀大笑的样子 有他光着膀子扛着锄头的样子 甚至还有他蹲在炼丹炉旁琢磨要放 细细思索的样子 系统叫我看得入眠 解释到这些都是他去过的小世界 这是什么意思 我找到他的灵魂意识体后 他听说身体已经有根源 便自愿前往各个世界去做任务 帮助我们修复剧情 我这么晚回来 便是带他熟悉任务去 系统刚和我解释完 身后便传来音 到温润的声音一时 这贺强回来了 我转过身去 于是他顺理成章地猜到了我的身份 笑着看我 我想过你回来 但没想到这么晚 我看了他半天 脱口而出的 是那句在梦里说了无数遍的对不起 贺强先是正然 然后洒脱一笑 没有什么抱歉的 这也不是你的错 而且 你看我是不是最近的经历还挺不错的 贺强指着眼前的平面 确实里面的他虽有失败 但脸上是无法言语的满足与快乐 他随手一挥 房间便出现沙发 紧接着拉着我大啦啦地躺在上面 老头最近还好吗 我愣了好半天才意识到他说的是咱爸 他很好身子也不错 能吃能喝 嘴巴也利索得很 然后将从小到大的去 是一一说给他听 逗得他哈哈大笑 等平静下来 贺强转头看我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我连忙接话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我心里毕竟也是你吧 贺强笑着 那天我和贺强躺在沙发上聊了好久 聊到最后 我对他说了我与柳如烟的事 都觉得亏欠 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份心意 他前一秒还悠闲地躺着 后一秒便惊起了身 如烟那姑娘喜欢你 我懵懵懂懂点头 贺强捂着耳朵 低声说了些什么 然后陷入深思 过了不久后便一副便秘的样子 系统刚刚给我看了你这几年做的事情 你这对人家姑娘过分了 你还是好好和他道个歉吧 人家姑娘可能口头说不在意 觉得无所谓 但是你必须态度什么的都要到位 补偿人家 不然太不男人了 人得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则我赞同地点点头 贺强又挠了挠挠袋 面露纠结 爱情这方面我也不懂 但有件事情我知道 那就是贺强只能因为爱一个人 接受一个人的心意 不能因为亏欠 希望你能好好过好你我共同的人生 否则下一次见面 我真要像你梦里的一样变你一拳了 还有别让爸这么累了 老头子该退休了 贺强 贺强故作用力的一拳砸在了我的胸口 眼睛里亮亮的 像是有水光 我拼命点头 笑着也哭着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日清晨 窗外的阳光躺了进来 落在被子上 我摸了摸被子上的阳光 温热的刚好 谢谢你贺强 也谢谢你 系统气氛烘托的刚好 只等系统说一句没关系 温情就熟疯妈妈 但比这话先出口 是对二斗地主的关快配音 刹那传遍我脑海的各个脚位 再接着系统的声音传来吻号 他居然还有对二 我这把完了呀 阿强子 你刚说傻 温情滚 傻逼对于贺强的话 我思考了很多 吃完午饭就约了柳如烟准备讲清楚 他刚坐下 我便开门见山说到我今天来 是想和你说对不起的 因为一些不可说原因 我从小便一直欺负你 真的实在对不起 我站起来锯了一躬 柳如烟有些手足无措 将我扶起 我不在乎他 没关系我摇头 可是我在乎 我做错了事情 事事事我必须道歉 你自己本身强大 所以觉得才会觉得那些没关系 就是脆弱一点的女生 那些事情所造成的伤害 是无法衡量的 我是有错的 我不能因为你的原谅 就不在乎我犯下的错 实在实在对不起 我斟酌片刻诱导 无论你之后提出什么 我都会尽力满足 以此来补偿你 要钱要项目 还是其他的 我都可以做到 柳如烟看起来有些生气 这些我都有 我只要我直接打断了他 看着他的眼睛 可是我现在不爱你 你知道的吧 他愣了几秒 半想后才闷声回复 我知道我走到他旁边认真说道 但我承认 我对你有好感 后面也可能会爱上你 柳如烟的眼睛又亮了起来 但我现在对你的感情 更多的是愧疚 我如今做不到将愧疚转换为爱你 我需要时间 因为在我的前26年人生中 我从来没有回过头看你 这对你很不公平 你也可以 柳如烟直接打断了我 我相信你若是回头 便只能看见我 柳如烟的眼里都是自信 我忽然想起了一次去柳世纪团时 找他时他正在开会 我偶然撇过去一眼 柳如烟当时意气风发 一举一动尽是运筹帷幄的自信 可如今一样 我忽然示然一 他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 自从那日聊天后 我和柳如烟的联系便越来越密切 我第一次发现柳如烟大笑时 脸颊上会出现浅浅的久度 又第一次发现 柳如烟也会有那么生动的神情 我不自觉地想要知道 关于他的更多 又发现最后还是他了解我更多 我忽然忽然很想知道 那些年的柳如烟是什么样的 那一直在我身后的柳如烟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一起迈日 我找出了高中时期的校服 央着柳如烟换上 然后将他带到了高中的学校 我们俩并肩走在 了那些年走过的街道 吃着那些曾吃过的老味道 最后示意柳如烟往前走 然后我慢一步地跟着他 踩过他曾踩过的红砖和枯叶 看着他日复一日看着的校服背面 仿佛和当年的柳如烟同步 可心疼渐渐填满了我的心 原来跟在后面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所以我脱口而出如烟 对不起我这么久才看见你 柳如烟身子一顿 停下脚步 然后缓慢地转过身 绽放出一个极其灿烂的笑容看着我 克强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想我讨厌 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为了待在你身边 我在面对你事从来不想 总是皱着没装作讨厌 你愧疚你从来没有回头看过我 但你不知道 我很庆幸你没有回头 因为只有在背后 我才能毫不掩饰地喜欢你 喜欢你从来都是我的事情 而且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我也要好好地成为更好的自己 柳如烟的声音愈发颤抖 但身姿依旧笔直 我定在原地 半傻 才如梦方醒地抬眼看着眼前的柳如烟 记忆清晰 我想起来跟在我背后柳如烟的那样 那时阳光透过树梢洒在她的身上 微风吹起她的衣角 而她神色卷卷 仿佛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但只有她的眼睛知道 那里装着她感兴趣的一切 柳如烟我爱你